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把前面的内容稍微做一个回顾 这个念书很需要经常去回顾一下 整理一下 这非常重要 我们念书只要很深入地去抠里面的一句一字 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是要从书里面出来看 为什么念这一段 这一段的体系是怎么样的 人家是怎么编写这一段的 就是要出来 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试着出来一下 就是我们前几节课讲了个词法分析 词法分析讲了些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这一章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词法分析器 它要完成什么功能 或者你叫需求分析也可以 在我们这里特别典型的是什么呢 就是输入什么 输出是什么 有的事情不一定都有输出 他把事情做了 是不是 那是广义上的输出 而在我们这里是狭义上的输出 输出什么 二元十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部分我们讲的是 这个词法分析器的这个需求分析 就是最后你通过那个输入 最后得到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部分讲什么东西呢 就是讲如果用我们人手写 这个来编这个词法分析器到底怎么编法 这个重要的呢就是引入了状态图 对吧 用状态图 用状态图这个工具 作为我们编写词法分析器的一个算法 算法描述 是吧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第三呢 就是要讲如果我们想自动生成的话 应该怎么做 那么这个自动分析怎么做呢 那算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它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呢 真正的就是做一下 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前两节课讲的 就从正规师 讲到确定的有限制动机 这个都是做自动生成词法分析器的理论基础 那么他们的结构是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整理自己思路的时候 可以随着这个思路来思考 那么我们再把前两节课的尾巴 再来回忆一下 就是说我们说第三部分呢 是要自动的生成词法分析器 它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呢 我们是从这个正规表达式和有限制动机 这里面去开始讲的 所以这里正规表达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什么是正规表达式 这是定义 但这个定义要具有一般性 特别从抽象的来说 对于一种就是定规定义的那种东西来说 它是非常典型的三部曲 非常典型的三部曲 第一步 它要规定一个 不管什么正规 这个正规式 它这几条总是的 那哪几条呢 大家看第一条 这Ebsalong和Fi 是字母表上的正规式 它所代表的正规级 是Ebsalong这个括号 然后呢一个大Fi 这是什么意思呢 正规式的话 总是它有定义约的 同学们一定要 这个 要讲到数学 那总是有个定义约 一定要考虑定义 这你离开的定义约的话 说它是不是 那没法讨论 没法讨论 你跑出了定义约了 那怎么说是不是呢 是不是 你说我的定义约是0或1 然后我们就说 是不是它的这个正规式 那你不是它在上面 就相当于到出国去了 是不是 出去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 说在某种意义上 这个某种意义就是在这个定义约里面 平时我们自然语言讲在某种意义上 那就是说定义约定了 就在我那个说的那范围里面 是这么讲的 在逃走我这个范围 可能这句话可能就错掉了 是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我们关起门来讲 那就这意思吧 好 那么所以说说一个这个正规式 你是不是正规式 那就说你的字母标是谁吗 那字母标是个Sigma 这是一个记号 Sigma 那么不管你这个Sigma是什么 Ibsalong或Fi 总是在这个字母标上的正规式 这个正规式 这是第一 是清定的 清定的 不管你是这样的Sigma 还是Sigma EI Sigma什么 你随便你怎么写 Ibsalong或Fi 总是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个性是什么呢 那就是把Sigma拿出来 你的Sigma里面只有0或1 好那咱们这个0或1是什么 第二条 就是A是属于Sigma的话 那么就A就是Sigma上的正规式 那它所代表的正规式是什么呢 这个机里面单元素机 它就一个A 是这样 那么就是第二条 就是你在哪个字母标上定义的 那你的字母标的每一个个体 都是正规式 然后它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正规机 这是第二条 所以第一 第二条 是 不好说 你是傻瓜 这怎么你也得会 是不是 这种矮展说 他叫你说 我叫他写出一个Sigma来给你 所以叫你写出他的所有的这个 写出他的这个正规式来 那你两条 不管什么Sigma 这第一条叫总是 是不是 第三条就难了 所谓地规的话 这是个重要的手段 这你怎么使得它这个集合 这个这个这个正规式啊 变得表达的越来越多 它给了你一个手段 所以这手段又是非常重要 你看 头上这个第一个是清定的 第二个是本身就有的 是个吗 是本身有的吗 你给了个是个吗 就有的 第三个给你做运算 给了个运算 那实际上是一个催化剂 这个第二条啊 就是这个总值 是不是 第三条是给你的催化剂 就是你用这种手段来催化的话 可以把这个总值啊 发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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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酵非常非常多来 所以这数字也是非常重要 对不对 第一条是清定的 第二条是原料 第三个手段 有了这么三个东西 合起来以后 你可以把它发酵的非常非常大 那么这三个手段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 这个你有这样的正规式 有U或者V 那它代表正规式是这个 那么用这三个手段 用和和点和心 用这个三个手段 你只能进入有限次的运算 这是说的吧 有限次啊 通过有限次的这么这么运算 反复使用它 那就可以得出来的东西 都叫正规式 那么我们为什么引进正规式呢 因为我们对集合又爱又恨 这个集合好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东西都撂进去 你是个集合 都包进去了 没有丢掉 但是你说这个集合是什么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哎呀 这个不太好说 不太好说 什么事啊 那么这个正规式呢 什么叫正规呢 他就他能够把这个集合啊 表达得非常清晰 我用一个简单的式子 就可以说一个无穷大的东西 这漂亮不漂亮啊 对不对 否则这个集合 那么大的一个集合 你拿出来拿得完吧 你拿不完 我写个式子给你 全部在这里面了 你说说拿出一个来 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好 我用一个式子给你变 变变变变 变得出来的就是 变不出来的就不是 这厉害不厉害 这就是数学的伟大嘛 是不是啊 数学的伟大 非常清晰 这三条你说好不好 我们不仅要把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正规式 正规式 它的定义学会 而且把那个手段取回 三件手段嘛 清定一个 然后把它自己拿来 怎么个说法 这个就讲 自己就是 第三个给出个运算 于是就定义一个 无穷极合 然后一个很漂亮的表达式子 来表达它 那这是最好的 这个最高境界了 这是数学上的最高境界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 有了这个正规式和正规级 那么干什么的呢 是要来定义 这个这个 确定的有限制度机 这个DFA DFA呢 也是我们后面要用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么这里的定义方式 又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大家看第二行 M等于 这个一个五原式 一个五原式 它就要抽象一个东西 你说 有限制度机 让它这个软机器吧 是不是啊 这个软机器 这个有限制度机 怎么定义它呢 人家把你呢 最本质的东西 五样东西 因为你描述一个东西 比如描述我们这个班级 你怎么把我们来 学生的班级说清楚啊 你说 这个要有几原 那从不同的教育 可能要定义不同的原 是不是啊 学生处有学生处的定法 教育处有教育处的定义方法 它从我们这个教育来说 在我们这个教育的 研究的教育来说 它就这个五原 进此五原 足以 就在我们后面 要研究它 就够了 那五原呢 第一原是一个状态集合 大家看一 这个第一个是个状态集合 第二个呢 是个字母表 字母表是什么 同学们到现在的话 要做件的 要理解这字母表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后 词法分析的时候 你分析那个词的组成 就是字符 实际上动用到哪里呢 动用写声语言 声语言的数个输入字符 就构成了我们字母表 最后啊 但是上课呢 我们不能把声语言的所有的这个字符 就是实际上的键盘的符号嘛 所有的键盘符号都写进去 我们写太长了 是不是 那么一下把说 说弄得是什么 说了01AB 对吧 其他符号就不写了 那01AB呢 一般的呢 就叫做扩大开来呢 就是我们的键盘 就声语言的所有允许的字符 就是这个字母表里面的一个元素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Sigma Sigma是个字母表 这个字母表干什么呢 以后都是为输入字符 都是输入字符 是不是 就是输入字符 第二个 第三个呢 最重要了 这个Data Data是个影射 是个影射 它就是呢 是这个离去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面 有一个输入符号 那么它就得到一个 影射到另外一个状态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它是个二元函数 它的状态呢 就是大S里面的 输入字符呢 是Sigma里面的 对吧 在这样的状态下面 遇到这么一个输入字符 那它就会到另外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一个新的这个状态呢 当然也是这个 S大S里面的 这样的一种影射 那么第四或第五呢 作为状态的话 总是有初态和中态 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的呢 初态和中态 是不是一定必须的 可不可以有多广 这是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要注意 它这里说是唯一的 对不对 这个状态级呢 这个它是可以空 但是呢也可以多过的 这里就从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要考究一下 把这个呢 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好 然后呢 对于这个 这个有些 对于这个 这个DFA 那么有几种表输方式呢 有三种 这刚刚我写出来的 数学表达方式 对不对 五元组 这数学最喜欢这样写 这个五元组 其中 然后呢 其中 把每一元列一遍 顶完了 对吧 你看论文就这么写的 这最喜欢给一个形式的东西 我其中一下 然后就说完了 但是这个理解上的时候呢 或者说我们不到其他地方要用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等价的这个形式 变态 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一种表现呢 就是转换矩阵 对吧 就是我们这里 一种转换 这个就是转换矩阵 转换矩阵呢 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这个影射翻译过来 但是由于由于这个这个这个影射里面 它包含了最主要的这个三样三样东西 就是它的所有的状态 对不对 第一元是不是所有状态 这状态都在这个第一元上 把第一个元都拿来的集合 就是你的数换的状态 然后呢 把这个第二元数换拿来 那是不是它你的输入制服 是不是 就是说S 大S和这个码 在这里面都表现了 第三个表达本身 那已经变成个表了 所以说这张表里面呢 它能够把 大S和这个码 第二个三元都已经反映过来了 那么没有表达的呢 是初态和中态没有表达 是不是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一个缺点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当然还有它的优点 优点 我们优点 大家以后会看到 这个东西放在我们机器里面 要操作的时候 这个表放在里面是最好的 是吧 一张表放在机器里面 才好操作 好插表嘛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这个转换 这个状态转换图了 就是这个 就是第三种形式 也是DFA 第三种形式的好处呢 那它是个活的 那它有初态 对吧 两个圆圈是中态 然后呢 说这个机器那动起来的话 能够接受什么 那就从这里走嘛 就从初态开始 就初态开始 走过来 走到这里 就接受那个B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 再练着这个箭头走 走出来 这条路 这条路上的 所有的这个箭户上的这个制服 把它按顺序排下来 把它连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状态机 它所接受的制服 那么到底能接受多少呢 你只管走呗 对不对 一路上面说 穷进的走 就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说 拿它作为产生器 就是说你这个状态图 到底能够接受哪些制服啊 那不是无穷这个闷人的王子 这个在那里转什么的 转出来一个是 转出来 他都 最后都要停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终结 这个状态 那我们就受不了了 是不是 这个意思也不大 我们用他来干什么的 用他来判比 我们说这个人 是不是他能接受的 那这个有效 是不是 只要他第一个制服 开始在这个一个状态上 开始状态上走 走出来 然后走出来的状态 就按照你那个顺序走下来 最后是 是不是能够停在这个状态 而且把你这个 这个这一串制服吃完 如果吃完了 那么就要连起来的 这个字 就是我所接受的 所以他一般作为叛比器 作为施比器 而不作为产生器 所以你明白了吗 产生器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 这个 这个这个 前面的这个 呃 正规师 可能是产生一个 是不是 方便 但是施比器呢 用他来做施比 所以两边 是更加的 但是他有过一过的用场 啊 这就是三个方式 然后呢 我们又讲 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本质的地方了 就是我们的 就最想做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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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就是 就是我们最想做的呢 就是要 这个设计这个 呃 自动生成的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磁发分析器的 呃 这样的一个 它的这个生成器 啊 我们就喜欢 要找到 磁发分析器的 这个生成器 那么这里面呢 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定理 啊 是就上面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就非常非常重要 啊 这个呢 在上次上课的尾巴上 我们说了 啊 我们今天再把它复习一下 说如果这个DFA M 就是也就是说 一个 确定的有限自动机 M 它的输入字母表 假如为 Sigma的话 那也就是说 M呢 是定义在Sigma上的 一个确定的 有限自动机 是不是这句话 把它翻译过来 所以这个自动机 它也一定要是个定义域 这个定义域 是这个Sigma 对吧 Sigma M是Sigma上的 一个DFA 那么我们就称了 这个M呢 是这个Sigma上的 一个DFA 就是刚刚这句话 那么可以证明 证明这句话呢 很重要了 就这个定理很重要 就是说Sigma上的 一个字极V 这个V呢 是属于Sigma星的 如果要说 这个V是正规的话 那么它们充分 必要条件 是在Sigma上 存在了一个DFAM 使得这个V呢 等于这个LM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 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那就说 假如我们有一个字母表 M 这个Sigma 然后呢 这个上面呢 定义了一个M 定义了一个M 如果说这个M是一个 是一个DFA 是一个DFA 那么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什么呢 不是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么可以证明 有一个V 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呢 是属于Sigma星的 那么开始这个V是什么 是不是正规机 我们还不知道 假如说这个V 我们抓了一个V 抓了一个V 它是属于Sigma星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有一个定理呢 就是说 假如V是 是个正规机 假如这个V是个正规机的话 那么充分必要条件呢 是我们能够在这个Sigma上 能够找到一个DFA 这个DFA 它说 接收的这个 接收的这个字符呢 和这个V是相等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 这个自动机 有一个自动机 那就有一个 它说接收的这个集合 是不是 有一个自动机 那么这个自动机呢 它 要赚起来的话 它会接收一个自负机 是不是 这个集合 它一定是正规机 一定是正规机 就是它说接收的集合 一定是自负机 那么如果是一个正规机的话呢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 这个DFA 这个DFA呢 它说接收的集合呢 跟它是 这个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呢 就是说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充分必要 充分必要条件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结果 很重要的结果 那么刚刚呢 我们讲的是 强调了这个DFA DFA 那么DFA呢 实际上这个结果很好 结果很好 就DFA 它所产生的 所接收的这个支付机 它是一个正规机 这个结果很好 但DFA呢 它的描述手段 是受到局限的 描述手段是受到局限 就是说它描述的东西啊 使得我们很难用它 直接来描述一个东西 结果它结果非常好 但是呢 它很难直接用它 来做一件事情 那么于是呢 就是我们后面 会引进一个 这个NFA 那么这个NFA或DFA 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我们这里呢 可以先说 把这个DFA的这个确定性啊 把它表现一下 叫DFA呢 我们看这个 DFA的确定性 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这个影射上面 就是说 SXSIGMA到S 是一个单子影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 这个小S啊 这个小S 是属于大S的 这个S属于SIGMA的 那么这个影射 通过这个DATA影射的话 它得到的这个状态呢 是一个状态 就单子函数 确定性 就表示在单子函数上 那么这个 实际上我们真正有用的呢 是一个多子函数 就表示在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这个上面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不确定的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一个定义 不确定的或确定的 差异的什么地方呢 头两个 又是这个五元组 又是个五元组 头上两条是一样的 这个状态机 S是一个有限机 它每个元素都是状态 第二呢 SIGMA呢 是一个有充字母表 它在每一个字符呢 都成为一个输入字符 这两条是跟那个完全一样 关键是第三条 同学们要 要很好理解 这个DATA是个什么 DATA是S 插上SIGMA星 的SIGMA星 就是说它的这个 这个自变量啊 变了 原来自变量 是小S啊 这个DATA里面 第一个自变量是小S 第二个自变量 是个小A 现在呢 是它的一个 SIGMA星 SIGMA星是什么东西啊 是B包 是B包里面的一个 这个 就作为自变量的话 是B包里面的一个 一个元素 那么它的影射 出来的这个值是什么呢 是2S 密集 密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它这个 所以说它这个 除了这个函数值 是个 是密集里面的一个元素 好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一个很大的变化 然后呢 下面的这个呢 是 还是基本一致的 就是说 这有一个 初态 还有一个中态集 就是这个 最后的这个 结果是一个集合 这个是一样的 好 我们呢 把这个 东西呢 就反映到图上面 是怎么会实行的 会更加直观一点 就是 对于一个 这个NFA的话 如果是一个图 那是什么样子呢 用状态图来描述 那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 大家看第一行 一个行有 N个状态的 和N个输入字符的 NFA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大S里面 大S里面 有M个 CGMA里面 有N个 是这意思啊 第一句话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给一个 这个NFA NFA的M吧 这个M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的状态呢 有S个 它的这个输入字符呢 有N个 字符表有N个 那么它如果画上一个图呢 画上一个状态图呢 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状态图仍然是M个状态 状态是M个 问题是后面一句话 问题是后面一句话 每一个基点上 摄出若干条弧 第三行 摄出若干条弧 和别的基点相连 这句话也没有问题 关键上 下面这叫红字 每一条弧上 是用Segma心当中的一个字 Segma心上的是一个字 Segma上面呢 是不是一个字符 是不是 Segma心是不是 是一串字符了吧 一串字符 我们就是用一个简单的 这个术语来代替它 就是一个字 一个字 所以说这个 这个弧上面呢 是一个字来做标记 不是一个输入字符 做标记 就是红字啊 整张图至少 含有一个初态节点 和摄冈的 可以为零个中态节点 这个含有了摩西节点呢 既可以是初态节点 也可以是中态节点 那么下面呢就是 这几个示范的 你比如说 这个 这个 以前我们 这样的 我没见过 那BB 就没见过 那BB 两个一出现的话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NFL了 就不是DFL了 这个我们成为一个字 成为Segma上的一个字 那么这个Segma 就是AB 就是说 这个输入字符 一个A一个B 是吧 状态级大S 就是012 那么 看看这个呢 这个这里输入字符 也是一样的 可以是一个字 那么TBD呢 就是说 这个初态或中态呢 都在这 这个就是 它的一种情况 一种情况 那么下面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例子 我们要好好的 这个好好的说的 同学们 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这个它的 就是 我们又给出了一个NFA 这个NFA呢 就要说清楚 先给出了呢 就S是什么呢 大家看第二行 S是什么呢 0123 就是四个状态 然后输入 它的字母级 这个这个 字母表 是什么呢 这Segma呢 就是AB 就输入字符 是A或B 那么Segma 新是什么呢 那这里就说了一下 反正是A 是这个 可以 可以是空 空字 那么也可以呢 是AB的任意组合 好 然后呢 就给出来 这个Data是什么 Data没写 没写呢 用图来表示了 是吧 所以这个 你就把Data写出来了吧 它的变化 比如在 在这个5上面 则输入一个A的话 罗火等等 这里跟前面我们说的 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大家出现了好多伊布什龙 这个是我们非常有用的 一个一个标记 这个为什么这个 这个是伊布什龙 为什么也是可以的呢 我们符合不符合 我们的定义啊 这上面可以是什么东西 这上面的东西可以是什么 这有个东西说 对了 Sigma心上的一个字 第一是这么说的吧 是Sigma心上的一个字 那就 伊布什龙是不是Sigma心里面的 可以 所以这个呢 就是数学 大家要注意这个 严格性 好 这因为这个 有那个伊布什龙 使得我们后面很多事情 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后面就做不下去了 好 注意到有这个东西 至于其他的东西呢 好像给我们 这个DFA没有什么区别吧 是不是什么区别 上面都是单个的嘛 没有出现窜 是不是 没有出现窜 那么简单就简单了吧 现在我们这里 重点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里面 很有用的就是 是个伊布什龙 对我们特别有用 特别有用 好 那么现在说 这个东西 它能够吃进去什么东西呢 能吃进去什么东西呢 那吃进去说 我们这个 这是终结符号 这是开始符号 吃进去什么东西 我们只要 从这里开始符号 开始 然后你 按照这个通路吧 走到这个WAR这个节点 然后呢 这一路上的 一路上的标记 按顺序收回来 就是我们能吃进去的东西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 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样在外面看一下 就这个图 到底是描述了什么东西 是 能不能把他的 或者说是 这叫正规师 把他 说出来 啊 能不能把他正规师 说出来 就是他能够吃进去 他吃进去 这个符号 我们不是说 他给一个正规集 是 是等价的吗 我就那个定理 就这是一个 这个这个 呃 NFA NFA 我们到后来 我们说 他会等价于一个DFA 一个DFA M 他 他吃进去的东西 是不是一个正规集啊 前面一个定理 我说很重要一个定理嘛 就这里说的一个定理嘛 他吃进去 是一个正规集 正规集 是不是会由正规师 来表示的 好 正规师 那好 那现在就是 我们出了个难题 那你看到这个 能不能把正规师 说出来 那么 他这个东西 好在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就是 一段按钮切过去看 我们说 这一段 在这里不看 这里面吃进去 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一个正规师 这一段 是描写的 什么样的正规师 是什么样的正规师 大家看看 吃进去 什么样的正规师 大家想一想看 这种是不是 一个AB串 你看 这是空的 这里是任意的AB串 是不是 任意的AB串 好 那这一头呢 是什么 A或B 是不是 这是吃进去两个东西 要么吃A A是吧 要么吃进去BB 对不对 就这一段 这个 你要么这样走 拿那个A 拿那个A 要么走这条路 拿那个B 拿那个B 或嘛 或者嘛 这个这个电头 在这里 倒过来 这样走 是不是这样 中间这个方块呢 是吃进了AA 或者BB 这个尾巴这种吃了 什么东西进去呢 尾巴跟那个不是一样 是吧 AB串 所以说他这个这一段东西啊 你可以用一个正规式来表示呢 就前面有个正 这个AB串 后面呢 中间这一段呢 AA或BB 后面是AB串 是不是啊 实际上是 我们说你给我一个 这个NFA 我可以 这个这个看出来 你是吃进去 怎么样一个正规级 然后呢 我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描述 一个 这个 正规 正规式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好 那么所以说 现在我们这么一说的话呢 把正规式说出来的话 实际上说 这个他们吃进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能被他设备啊 很简单的 AB串 中间是个AABB 然后后面的AB串 凡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都被他识别了 所以我们写的话 能够写成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他都识别 是不是啊 就是 不这样写的话 他们有度不适 从中间这个 已经给我们单词识别 已经很精进了 很精进了 因为我就在那个上面 现在说的一般的 到后来一说说弄来说 说成那个 那个那五类单词 那就就完了 是不是啊 好 这里这些话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里有几个例子啊 几个例子 这个 这个例子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NFA 但是看是不是NFA的话 你只要看 这个 NFA和DFA的区别啊 就在那标志弧上面 这弧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标志 对吧 其他两样东西是一样的 这个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凡是这个湖上面有Epsilon 或者是一个字的话 就几个字 字符连在一起 就是一个字 出现这样的话 就是NFA 如果是很干净的 是字母 字母表上的一个字母的话 单个字母 全是单个字母 那就DFA 那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NFA 那下面下面有的Epsilon 是不是啊 这叫Epsilon 好 那么它能接收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都比较简单了 我不仔细解释了 同学们下去好好地看看 我做的这个PPT 这个上面都已经标示的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好 这个就很快地过去啊 这一段也是 怎么 这个图怎么接收这个ACAB的 那就在这个E上面 这个在这个E上面 怎么能走到一条A出来 怎么能走到一条A出来 大家看怎么能走到A出来 从 假如从这个红的走 能不能走到A出来 不行吗 要从1234 走到第一个A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大家看1234 走到第一个A 然后下面要出来个C 怎么办呢 那要从7要回去 是吧 7要回到2 2再到5到6 是吧 C就出来了 好 类似这样 你做什么 把它找出来 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 就是说 比较简单的我们人来走 如果是这个很复杂的话 该怎么办 那计算机缺累去吧 是不是啊 计算机可能很快地走出来 我们人走不着 计算机可能能走得出来 所以呢 我们这里 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说得清楚 说得清楚 能够把这个状态 能够表达得出来 然后胡能够表达得出来 胡上的标志表达得出来的话 那肯定 肯定这个 这件事情啊 可能能变成程序 是不是啊 变成程序 好 这件事情同学们可以 接受这么一个事实 这里就是这个走的过程 好 那么下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就是这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同学们要换成这个数学的脑袋来 来来来来理解了 来理解了 这个呢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念起来的话 我是要念I的EPSLONB包 大家看第一行 I的EPSLONB包 那么这里有一串的地义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后面讲下去的 这个一直要挂在嘴巴上 说的一句话 I的EPSLONB包 眼睛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讲了 我们呢 对DFA呢 DFA 我们觉得很好 因为DFA啊 和这个正规级 正规式啊 紧密联系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我又说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DFA啊 在描述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好描述 往往呢 能够好描述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NFA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因为人家说那个中文字啊 念起来很饶嘴啊 大家记住 这个把我说的什么 大家听明白 就NFA呢 在描述东西的时候很方便 随便的东西拿来 我NFA一下就写出来了 于是呢 这个NFA和DFA呢 之间呢 有什么关系呢 就我们去研究了 所以我们就想 NFA啊 能不能变成DFA 能不能变成DFA 如果能够变成的话 那么 原来DFA的所有的结论 我们都可以用了 DFA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里写的那个定理嘛 就是V等于 这个LM嘛 是不是啊 那个定理 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 既有很强的表达能力 又有很强的一个结果 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的话 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能不能给你一个NFA 你有一个境界化的动作 把它变成对应的DFA 如果能变成的话 那就 精力有强 描述有方便 同学们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线性的东西很好 但线性的东西也描述 描述东西有时候有局限性 如果放宽到非线性 描述很舒服 那么 你能不能把非线性变成线性啊 如果变得过来 那就很好 因为线性的东西 很理解嘛 对不对 非线性是不理解嘛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么思想就这么 就这么个思路 就这么个思路 好 下面呢 就是我们现在解决 怎么把NFA变成DFA 它的基础 就这个 这个定 就这里这一串的定义 这一串的定义 好 下面讲了DFA 那是NFA的一个特例 第二行 是它的一个特例 那么 我们怎么把这个 这个NFA变成DFA呢 现在这个精力很强 就是说 是肯定会变过来的 而且是季节化的变 那这个我们就很喜欢了 好 那么下面就第三行就定义了 就假定R是 NFAM的状态级的一个子级 是它的状态级的一个子级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 先有个NFA NFA 当然个隐藏的这里面 肯定是定义一个机器嘛 是吧 就是它是一个NFA 是一个不确定的 这个有限自动机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对它来说呢 它一定有 M里面呢 它一定有S 状态级 对不对 一定有状态级 现在说R是什么呢 这个R呢 是是个书语 这个S的 这一次 是它的状态级的一个子级 这个子级 那么我们可以画个图 这个呢 就是S S不是一个码级了 是S S里面呢 当然有许许许许许许许 是这个状态 其中呢 有 比如说有两个状态 这两个状态呢 是一个R 这样 好 下面就说了 我们定义 R的 一部什么币包 是怎么定义的 两条 根据两条 第一条 若S是属于R 这个S 就是小S 就是其中的一个状态 就是R当中的一个状态 就是R当中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 一定 它就定义它 你就是R的一部什么币包 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 现在有一个R 现在定义R的一部什么币包 那么定义它 主要定义它的这个元素嘛 有哪些状态 是你的R的一部什么币包呢 说你自己R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 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个又是一种定义的方法 你自己本身就是 相当于总之 你自己就是 然后呢 下面的定义 怎么把它发酵了 发酵的这个手段是什么 第二句话 如果S是属于R的话 那么从S出发 大家知道这个S是小S啊 是某一个状态啊 是R当中的某一个状态 R当中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某一个状态 因为它出发 它经过任一条 伊布萨浪的弧 任一条伊布萨浪的弧 而能到达的任何状态 S一批 都是伊布萨浪的弧 都属于伊布萨浪的弧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从一个状态到 那就问他 他里面一共就两个人嘛 就问你 你这个状态 不如有一个Delta 比如有一个Delta 不是个函数吗 是不是啊 Delta是不是个函数啊 就是 你从这个R 能不能透过伊布萨浪的弧 到另外一个状态去啊 你有没有啊 他说 有 我有一条 有一条弧呢 到这儿 这是一个状态 净确了 说 你 到了状态以后 你还不能不能出伊布萨浪的弧 再走啊 他说 我还能走 好 又走了一个 你还能不能走啊 不能走了 我爸 你有没有 出去的伊布萨浪的弧 我一个也没有 那就算了 好 那下次就问大家 爱的伊布萨浪的弧 是谁 哪几个人是 啊 那这四个点都是 是不是啊 第一个 第一条 你们两个本身 爱的本身 还有呢 另外的 这个这个 这两个人呢 是通过他 经过任一条伊布萨浪的弧 到达的 那些 那些状态 都是 不说最后一个状态 那些都是 好 这个就是爱的伊布萨浪的弧 这个就是爱的伊布萨浪的弧 就这样 这个明明去了 是不是啊 状态机 这个就称为 这个爱的伊布萨浪的弧 话就念在这 爱的伊布萨浪的弧 这句话 那么这个呢 大家要 还是要很 这个这个是初始的这一个 一个定义 大家要记住 清楚了 那么下面一个呢 又复杂一点了 又复杂一点了 这个复杂一点呢 他要定义这个 IA 在第一行 IA 那IA是什么呢 他说假定 IA是 这个NFM的 状态机的一个子机 那这句话 跟我们那个 刚刚说的这句话 一样的 是吧 就是奎雯温那个 头一样的 I是 是他的一个 状态机的一个子机 然后呢 A呢 小A呢 是一个输入字符 小A输入字符 不是 不是这个状态了 小A是输入字符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把 IA 就什么是RA 啊 I是什么 I是 这个 这个NFM 里面的一个 状态机的子机 然后呢 A是什么 A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NFA的 Sigma里面 Sigma里面的 一个输入字符 是吧 这个定义语 一定要说清楚 它两个是什么 不是 谁个第一路 一个都来 然后呢 要定义这个RA 等于什么 是RA等于什么 好 那么它是 这样来做的 这个RA 我们看后面 这句话 好像是清楚的 到这里后面这个J怎么出J了 我们说的是RA怎么出了一个J了 那就问J是什么 其中 数学上就希望定义这样 其中 J是什么 J是 RA当中的每一个状态 I当中不就是学习度的状态吗 这个是 S 那我们就说又有一个RA 这个是RA RA当中呢 我们还是说是只有两个人 这两个状态 这两个状态呢 它 可以有输入字符 在它上 作用在它身上 是不是 那么 咱们有一个输入字符 叫小A 小A作用到它上面去 作用到它上面去 它一次小A出来以后 它会 一个小A进去以后 它到了这个状态 这是 这是一个红的人了 是吧 一个红的人了 然后呢 就是把这些都找了 说你 你还有没有呢 他说 我也没有 我A打进去 没有感觉 这可以不可以的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因为你输入字符那么多了 在任务状态上 只有很少的几个输入字符 在这个状态上起作用 是不是这样 那有的人就是 有的状态打上去 就是没感觉的嘛 他就没感觉 这个呢 有个感觉到了这里来了 好 然后呢 那就就说了 这个G是什么呢 G就是这样 在I当中的某一个状态 出发 经过一条A的弧 而到达的状态 结点的全体 那就是 我们对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拿A来打 打出了这个状态 打出来了 许多状态 那么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G了 那么这个G呢 当然也是一个集合了 G是不是这个集合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假如说 因为对词不是那个的话 那我们就再加一个 再叫他打出来 那这就是不是一个集合了 是不是啊 有更多的这个集合 好 有了这个G之后 那么我们就说了 这个G是一个集合 是吧 是个集合 因为是他的全体人嘛 然后呢 对这个G的 这个Ibos Long的背包 对这个G Ibos Long的背包 是不是我们前面就做过了 那怎么做 大家看 这个是个G了 这个红的是个G了 对不对啊 然后能够接人们之类 Ibos Long的背包 那他 比如这个人 他能够 这个人 他能够出一个Ibos Long 到了这个 对不对 那问G的Ibos Long的背包 是哪些人 这样我们说 有编个号码 这个 这是123 123 这是4 5 6 大家看看 就是G的Ibos Long的背包 是哪些状态 四五是不是 六十是吧 是吧 就这么关系 好 那么这里呢 大家能够把这个搞清楚 好了 有了这个之后啊 我们就 可以做 这个 很多的这个事情了 这就有一个叫 纸基算法 这个算法 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他要解决的 怎么把一个 任意给的NFA 变成他对应的DFA 所谓说 对应的意思 要变过去的话 最主要的 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两个 这个机器 他说 就收的字符集 就收的这个字 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这就是关键 是吧 好 那么说 你把NFA 能够变到 这个DFA 它两个 接收的东西 还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变化呢 是机械化的 是自动机型的 只要你给它一个程序 它就能给你变过去 如果能够这样做成的话 那就是我们 我们非常 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是吧 那现在说 怎么变 怎么变 那么下面呢 这个变的方法呢 叫紧集算法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算法 非常有用的算法 那么怎么变呢 好 是这样 这样变 那么你给了一个这个 这个NFA 给了个NFA呢 它就实际上 就把S和 把S和这个Sigma 就给定了 对吧 就给定了 那么 特别是我们这里看这里 Sigma是等于A1到AK 就是说 这个NFA啊 它的输入字符呢 是A1到AK 是不是 A1到AK 就这句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句话重要 如果那就是 有K个输入字符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 这个要做紧集算法呢 你先做一个表 这个表呢 那当然自然有多少行 多少例的问题 现在说多少行 现在我说不出来 多少例 我可以说出来 多少例呢 说K加1例 K就是我们 这个Sigma的 输入字符的过数 是A1到AK嘛 好 那么我就有 比如说这是A1 这是A2 AK 那么这个是空的 是吧 是这样 那么就说 先我够在一张表 那大家看第二行 按照这种 先够在一张表 这个表呢 这个每一行呢 有K加1例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要把表的 这个内容 把它填起来 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怎么把它内容生成了 是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 这里又遇到一个问题 最难的是什么呢 是两件事情 第一 按一个总值 第二 要给一个算法 是不是 你开始空白的表 空白的表到底里面 怎么把它填起来 另一种方法 我一下子从哪里搬过来 放上去 那这个 当然是有 有这种情况 这表怎么生成 把什么东西往里面填 其实是零 什么东西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那就要先去找 找一个总值 第一个元素是什么 然后呢 再说 说第一个元素 怎么能够生成第二个元素 怎么能生成第三个元素 你给个算法 如果把这两件事 就说清楚了的话 那这种表就可成 当然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这个表是不是无穷 没有完没了啊 能不能终止 有没有终止条件啊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说 如果把这三件事 就说清楚 初始条件 第一个总值是什么 第二个 怎么生成其他的 第三 什么时候完了 如果把这三件事 就说清楚了 那大事可成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